各位好,我是桑普 我現在先壓低聲一點 這裡要安靜 這個地方是哪個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不是佛教徒 但我知道很多人對佛教有潛境 有潛境的人就必定想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做大超寺 哇,我去了西藏拉薩 那不是 這個地方就是達蘭薩拉 也都是達拉拉麻居住的地方 我這次有幸來到這個地方去見識 第一個地方就來到這個大超寺 趁和其他夥伴不需要再聚會的時間 就來到這個地方 讓大家分享一些感覺 空氣中是微慢著一種木香和焚香的味道 就是點香的味道 味道就一點都不刺激的 今天我們來看看牆上的情報 牆上應該有很多的植物 講到很多的不同的佛教的故事 這些情況會等到時候 有一位專人來介紹 這個就是後門來的 請我們由前門出去 這裏就是允許拍攝的 我才敢拍影片 謝謝 謝謝 ון 这里不需要我介绍了,只看英文画 看,这本来是尽管,供奉祭品,成为水果,和苹果 也有很有趣的局面 這麼多這些局面的東西 第一次看到 蓮花陣 蓮花陣 蓮花陣說得太好了 蓮花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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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個祝詞 是一份香重驚的地方 我剛才一樓清香,真的很香 白色這些就是蝦達 那一來的時候 諾基就有人迎接我 幫我吐上蝦達 表示歡迎的意思 友誼的意思 我可以供給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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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供給你的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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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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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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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牧师也不是个穷L 他是杰诚有自己信仰 但不可以说他们是有穷L 很精彩 有这个是什么 屋塔 这个是寺庙 金碧辉煌 不得了 看看他们是什么 Garden Yangze Lamukam Buddhist Temple Main Square 也有个大法律 看看什么 每一个地方我都第一次来 希望大家有没有介意 我都第一次来 看来 我都第一次来 看来 看来 去捐薦的 2017年 其實起了不久 這個真是 很有趣的地方 這個就是 剛剛上次說過 還有去卡龍上主的地方 後面這個地方 很多東西 這裏就是 炸 炸 炸 黑圖 紅 橙色 一張 這個地方每個人都有 最小小的生 這個敢不敢吃 熱的東西 自己看老 腸胃不好就不好 但你說全部都是滾 或者全部不懂得吃 那我覺得這些是現過其實 每個人體質不同 你是大菌吃細菌的 那這些無所謂 這個就是他們的生意 旁邊都有很多的店舖 去做這件事 我們去到最前面 那你都有銀行 小灘發了銀行 但不會好像中國人很喜歡搞些當袋 那些什麼 Pornshop也好 我看不到它是Pornshop 他們的蛋糕做得 不錯 而且他們有蛋肌也不錯 而且真的很日文 相當有趣 這個就是他們最中心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最中心的地方 匯旋處 匯旋處 是嗎 是相當有趣的地方 再拉到這裏 不怕 順著這車去就可以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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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一個 我想是一個 這裏的重要的有名望的人 對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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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工具主要是綿羊仔 就是 電眼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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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酒 裡面的很多人自己看一看,大部份都是印度人 其實你說在達蘭薩拉,剛剛我回望,剛剛我走過 這個地方大部份都是印度人,藏人只是佔一個小撮人口 據我所知都是二三千,二千多的藏人在這個地方住 藏人是否在印度只是在這個地方住呢?不是的 有更多是南印度,有些地方是西藏村 甚至是德里也有一些MT的地方 全是藏人在這個地方住 各自為政,它有時候都會融入印度的社區 不會自己讀書一次 但是我想你說人口最多在達蘭薩拉也都說不上 因為有更多人口在南印度的一些城市 那裏也都有藏人在這個地方住 那這個地方為何之所以出名 是因為有大超寺,有達蘭薩拉也住 這個地方還有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而你想想在這個社會裏面 不是你想像中華,其實有很多印度人來的 北印度人呢,輪廓似少少鬼佬 即是白人的,即是比較fair 即是顏色就沒有那麼深色的 那如果你在南印度呢,那印度人就真的 就是黑顏色,即是好像黑人那樣 即是你去南部青內那些 譬如是Chennai那些,近Siri Lanka那些 就是越來越來越 北部的印度人那個,即是情況是皮膚沒有那麼黑的 啡啡的色的 就是大家看到你面前看到的人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重要的地方是 政府未能夠自給自足 也都需要,他們的堅持是很好的 我主要對他們的堅持相當讚賞 堅持文化語言 即是開始講文化語言 和宗教 和他們能夠培養到一代至一代的僧人 喇嘛,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那麼久,1959年 即是流亡到現在 其實這段相當長的時間 我希望他們都 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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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沒有標價的 很有趣 即是印度就是沒有標價的地方 全部沒有標價的 海鮮價 一口價 哇,一價售什麼價 幾有趣 也都是剪頭髮的地方 所以是生活機能是OK的 不過就是大家閣下想不想在這個地方住 那當然我生活的紙水會低很多 就是 Cost of living 就是生活的成本會低很多 但是你捉不住你的地方 捉不住你的文化語言是關鍵 這裏出名的地方 就是在德里問一些印度人 那些印度人都說 去Daramshala 是否在說你是Buddhist 是否在找印度教徒 我說不是 但是我對於他們這個宗教 尤其是他們這班人的善良 和他們的堅持 是很值得去觀摩 OK 那不如我們這個片呢 就去到這個位置 那大家看看 就是跟大家掛大超子 就是也都看看 剛剛是昨天完成了個法皇的寶典 我錯過了那個 但是今天我們自己一個人掛 我自己一個人掛這個大超子 那未來都會有一段時間在這裏 那所以就我放出這個video的時間 一定是在我離開這個地方之後的事 以賊安全 但是都是希望大家明白到 這個地方其實生活上 嗯 還用香港的心目中來講 中下階層一點 爛爛一點 混亂一點 但是呢 是不是個個人很不行啊 就是說個個人是男盜女窗啊 沒有這樣的事 我走到現在 都起碼個個人 沒有湯下拐騙啊 沒有搶劫啊 沒有詐騙啊 是不是 很多人都很認真做事 你看 所以相當難度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 這一集好長啊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喜歡分段看就行 大家喜歡可以推薦給一些好朋友 記得哦 爺爺哥句話啦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還有利用superfans function呢 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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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